什么,在NB球员可以不打球不登场 在家一躺,白领千万年薪 因为被捕伤病加心理问题赛季报销的西蒙斯 到底是特殊情况,还是早有先例 2010年在胡人的夺冠访谈里 此视频成了NB第一个勇于承认自己心理问题的球星 他说我始终有暴力倾向 在这儿我必须感谢我的心理医生 不然我不会是总冠军 而是一个打不了篮球的神经病 当然此视频绝对不是个例 随着世界思维的逐渐开化 承认心理问题的球星慢慢多了起来 先是龙王波时 他在ESPN的采访里承认自己在猛龙效力时期 就患上过严重的心理疾病 早晨起床他会双手颤抖 临近比赛会紧张不安 哪怕球队为他请来了医生 那些传统疗法也是收效甚微 转会热火的第一年MMI在巨大的压力下 打出了不尽如人意的战绩 球队召开了内部会议的第二天 波时恐慌地发现 自己的焦虑症卷土重来 他又一次开始紧张 手抖出冷汗 几年之后 德勒赞乌布雷也被爆出患有抑郁症 爱神乐夫更是在媒体镜头下 情绪崩溃 谈及自己曾经接受过心理治疗 如此一来 问题就得到了重视 用火箭民宿约翰·卢卡斯的话说 NBA联盟有超过40%的球员 被心理问题所困扰 例如在直播中禁食凡士林 最终远赴CBA的马布里 又例如被刺伤11刀之后 陷入一年情绪崩溃的保罗皮尔斯 而西蒙斯的遭遇和那些人没有什么两样 在费城 他带着受伤的后背出战季后赛 可毫无效率的出场 注定没有赞扬只有批判 再加上场外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一个彻底自我封闭的西蒙斯就此出现 他开始恐惧比赛 对身体不信任 然后拒绝改变自己的打法 如今西蒙斯已经不再是那个身价3000万的球星 而是毫无职业道德的小丑 一个躺着吃白饭的骗子 唯一庆幸的是 西蒙斯还算年轻 在有限的时间里 但愿他能走出思维的怪圈 做回一个真正的NBA球员